30岁男子,酒吧结识一女生,随后两人发生关系,欲再来一次遭拒,竟强行搂抱亲吻。 据云南福贡县检察院对外发布的一份起诉书显示,2021年7月31号晚,30岁小伙曲某某在福贡县一酒吧上班过程中,结识了来闲玩的芬某某,随后两人加了微信。 8月1号凌晨1时29分时,曲某某将芬某某约至其宿舍内同诉,期间二人发生一次性关系,后芬某某欲离开时,曲某某想再次发生性关系,于是将芬某某抱住并亲吻,因芬某某不愿意,就先后咬了曲某某舌头和脸部,直至曲某某打了芬某某一巴掌才停止。 女方报警,8月5号,经福贡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,芬某某的人体损伤程度不构成轻微伤,曲某某的人体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。 检察院认为,被告人曲某某违背妇女芬某某意志,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芬某某发生性关系,过程中因芬某某反抗而未得逞,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